大家好,影片还没开始之前,请大家帮帮忙打开订阅旁的小铃铛选择全部,以获取最新的影片通知 大家好,我是Dedai,今天要讲小姨的用处的故事 导演很贴心,故事开始就有的画面了 然后女主角的男友就嫌女主角很厌倦,和她分手了 What the 没有办法,女主角只好去找她的姐姐,姐姐女,姐妹许久没见,两人很激动的抱了起来 得知来龙去脉后,姐姐女决定收留女主角 这时姐夫男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愿意咯,但是最后她还是答应了 晚上三人一起吃晚餐,吃着吃着,女主角突然想喝酒 奇怪的是,只有姐姐女和她两人喝而已,而姐夫只是在一边喝汽水 正当女主角要给姐夫男倒酒时,姐夫男很开心咯 可是姐姐女反应就很大,还骂了女主角一顿 What the 隔天姐夫男再吃女主角准备给她的早餐 嗯,好吃好吃 这时女主角突然问姐夫男 姐夫,你到底生什么病啊,做么不能喝酒的 哦哦哦,没有啦,只是普通的病而已 接着姐夫男很快就吃完了,女主角开始刷碗 刷着刷着,哇,姐夫男居然对女主角产生了幻想 她,还没有啦,因为女主角很快的就将她叫醒 然后女主角要求姐夫男带她去走走 哦,OKOK 就这样,两人一起来到海边,走着走着,姐夫男不懂哪里找到了一罐hot coffee 出来递给女主角 姐夫,你真贴心,人家真的很羡慕姐姐咯 有你那么一个好老公 节奏画面一转,姐姐女来到一间办公室 她想要了 嘎嘎嘎嘎嘎 哇,那个不是女主角的男友 原来她是姐姐女的boss啊 为了生子,姐姐女 嘿嘿嘿,你懂的 晚上姐姐女回到家 看见女主角和姐夫男在一起准备晚餐 嗯,这个画面让姐姐女感觉好像怪怪的 总觉得头上好像要生日草原 尤其是在吃饭时,两人你一口我一口 搞到姐姐女好像是个外人似的 隔天早上,姐姐女准备好行李要外出公干时 姐夫男走了过来 你要去哪里哦 姐姐女没多说,只是拿出一笔钱 让姐夫男好好招待女主角 说完就离开了 姐姐女离开后,姐夫男的脸上就立刻露出邪恶的笑容 嘿嘿嘿,没错 你懂的 她关追了女主角,然后 嘿嘿嘿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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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后,哇,姐姐女居然突然回家 还带了男友过来 姐姐女看起来没有很生气咯 只是一声不想的离开而已 而男友却叫了女主角出来对她说 就算我和你分手,你也不可以搞姐姐的男人啊 女主角很不爽咯 我们已经分手了,不关你事 然后男友也离开 故事最后,女主角就和姐夫男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故事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我明白 如果你和男友分手了,就去找姐姐的老公吧 Forever love Forever love 我只想用我的被子去爱你 憧憬以后 你会是所有 出轨的理由 Zither Harp